台11线174公里处 在31号上午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的事故 交信的驾驶因为不明的原因 自撞路旁的路数 四个人顺利的被警方以及消防人员救出脱困 送医救治 而对意外发生的原因 目前正由相关单位调查当中 画面中蓝色自小客车车头全毁 可见当时的撞击力道有多强大 据了解31日上午台东警分局接获报案 台11线174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 驾驶因不明原因自撞路数 经缘警及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后 驾驶以及三名乘客顺利脱困 送往医院急救 本分局今日上午9时10分许 获报台11线174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 经远警到场了解 西医消息民众驾驶自小客车 沿台11线南向北执行 负载乘客阳性民众等三人 行经造势路段时 因不明原因自撞 道路边缘入宿 造成车头回损 远警到场后立即积极协助救护伤患 令驾驶消息民众 以委托医院抽血检验酒精浓度 本分局将深入调查造势原因 详细造势原因还有待警方调查 警方也呼吁用路人行经弯道及路口 务必注意前方状况 减速慢行 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杨淑婷台东市报道